台中市太平区在凌晨2点多发生了火警 一间透天明宅起火燃烧 由于屋子里头堆满了易燃物质 所以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一对七十多岁老夫妻疑似受困在屋内 消防人员在凌晨4点钟控制住了火势 持续的洒水降旧 而并且进到了屋子里头来搜寻失联人员 通红烈火夹杂着大量浓烟 火蛇直窜天际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人到场铺设水线灌旧 但火实在来得太猛太急 整栋吐天错陷入火海 吓坏附近住户赶紧投身 他听到好像有爆炸声音 我们出来的时候火就已经到上面去 平常就是捡垃圾回收 都在家里 把政府都来开罚啦 开罚也没用 都没有讲述 深夜火警弥漫着刺鼻烟味 甚至延烧到隔壁一家六口的住户 而这对老夫妻还疑似受困在屋内 发生在3号凌晨2点多 台中太平区中山路二段的 一对七巡老夫妻因长年减时回收 并堆放在自家的透天错内 导致满满的易燃物 让火事快速蔓延 接着全面燃烧 而这对老夫妻还受困在屋内 火事已经获得控制 我们还持续在做一个火场清理 等到要确认这两名老人家 是不是有安全 由于现场堆放的许多杂物 消防人员一度难以救援 在凌晨4点控制火事 并进入屋内抢救10点的老夫妻 就判有一线生机 记者王胜炫台中报道